睽違18年,花蓮终于有少年入选桌球国手 祝强国小王凯逸在花蓮县桌球繁星计划的密集培训之下 获选了110年全国少年桌球国手 花蓮县桌球委员会总干事王鲁星表示 除了选手本身对桌球要有热爱与坚持 还必须有专业教练的磨练和引导 桌委会会陪伴孩子们能够继续努力练习,勇敢追梦 在年轻教练密集的训练之下 小朋友们伸手矫健,每一个挥拍都要快很准 这是花蓮地区训练桌球选手的重要基地 在县政府支持下,花蓮县桌球委员会执行桌球繁星计划 针对国小选手进行密集的培训 那每一位小朋友首先他第一个要件就是 必须要对这个桌球要很有兴趣 他基本上在练球的部分会非常非常的刻苦 他会比别的人更认真 我们可以给他更多在技术上面的提升 桌球繁星计划执行两年就传出好成绩 在110年全国少年桌球国手选拔赛当中 代表花蓮县驻强国小的王凯义杀猪重为 勇夺11岁主男生第9名而取得了国手资格 这也是花蓮地区18年以来终于再次出现少年桌球国手 要参加中华民国的少年国手的选拔 他有一些要件就是在全台湾所有的大型比赛里面 他可能要获得前三名前五名 各个比赛的规格不同 所以他毕竟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他才可以代表花蓮 然后去参加这个少年国手的选拔 那在少年国手的选拔里面也非常刺激 每一位能够去参加的选手都是经过筛选过的 所以要经过连续七场战胜之后 王凯义从五岁开始练习桌球 在球桌前他专注认真 但面对镜头就像是一般小男孩 一样的腼腆不多话 你觉得打桌球会很累吗 那现在你有打到少年国手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你心里面第一个时间感觉怎么样 开心啊 那打球又要读书会不会累 不会 忙得过来吗 忙得过来 怎么样可以又运动然后又读书 在学校先把功课洗完 然后 然后就晚上又练习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最后的目标你希望你可以变成什么 中华国手 我想变国手 这要更努力的 花莲县桌球繁星计划邀请多位体大师大的甲祖球员担任教练 每天下午的训练 紧凑严格毫不松懈 在桌委会的努力之下 希望可以陪伴更多花莲爱好桌球运动的孩子勇敢追梦 也支持优秀选手能够继续挑战国家级赛事 并期盼有机会能够登上世界运动舞台 绝对会欢事报道